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在日本北八月這邊搭纜車的一個情形 從停車場走上來到要搭纜車的這個售票大廳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外面的景色 那螢幕現在出現的是售票大廳 那裡面的氣溫會比外面的氣溫升高許多 在裡面會比較舒服 不會那麼的冷 可是在外頭呢是非常的寒冷 這邊售票的地方呢就像如同螢幕這樣看到 你會看到他們的一個票價 以及晚晚的一個時間點 那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你從停車場走上來的時候 如果有不方便的 他們這邊是有電梯可以直接上來 不需要爬樓梯 其實他這個樓梯呢有的地方還有節柄容易滑倒 那我們因為是走樓梯上來 所以說基本上都稍微注意一下 我會被結冰的地方踩到之後發達 那這邊是有長障人士 買完票之後就往前走 跟著他的指示牌就準備去搭纜車 這個纜車呢它是一層的 有的地方的纜車是兩層 不過這邊的纜車是只有一層 那這邊的最後一班下來的纜車呢是在四點 所以說我們來到的時間已經三點多了 上去的時間只能玩短暫的一二十分鐘就準備再搭纜車回來 要不然到時候可能要下山就有點困難 那在這個等待搭纜車的時候 然後在左手邊它這邊有一個滑雪道 我們有一個專屬的滑雪人士所搭的一個纜車 但是那個只能坐上去不能坐下來 那陸續的有一些遊客就一直跟著 就進到這個纜車 那我們搭的纜車時間並不長 只有一站 那不像其他地方甚至要中途再另外換 換另外一段的纜車上去 那現在雪是停的 陽光也是普照大地 所以說氣溫呢基本上是還好 那在雪地最怕的就是龍雪的時候 特別的會吹起風的時候特別的冷 那還好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沒有下雪 也沒什麼風 不過一般在山區呢大概 四點左右就會掛大風 所以說一般纜車呢大概四點左右就會做結束 那我們要到最後一半四點的時候下雪 那纜車呢等一下就沿途我們就看著纜車 徐徐的上升之後看沿途的一個 北風的一個下雪的一個情景 這個在台灣要看雪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們基本上呢出國的話就常看雪 這邊的溫度沒有像我之前去東北的水油達到離下30度那種感覺 所以說我這次帶的裝備雖然是重裝備 可是我覺得整個重裝備上起來是真的會流汗 那藍車現在在裡面繼續的上升了 那它這個藍車會對開 所以說我們中間的時候會看到另外一部藍車 會跟我們插身的溫度 到上頭呢可能就是在雪地稍微玩一下 我們準備要拿藍車在下 那我們就請大家欣賞一下藍車 上個女生的時候就會看到另一部藍車 或是這邊那邊有藍車 那是麻雀專用的 可以看到另一家麻雀 在這兒還會看到這兒的餐廳 在那裡的藍車上 拿來的藍車上 看著那些藍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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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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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了蓝车之后沿途走进来走到手表打顶的时候 先进来会看到有时候边有厕所 许多游客都是在那边上完厕所 之后就准备搭车离开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州在日本北八月所拍摄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按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有你的订阅 我才有更多的动力去拍摄影片下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